今天我們有三宗確診個案 其實都是前人在QR818那班機回來的三位乘客 1081和1082就是兩父子 1081是38歲男士 三位都是沒有病徵的 他在2月3日就和家人回去了巴基斯坦 回來之後就是經多哈QR818 28號回香港 在巴基斯坦都沒有一些對有病徵的人有接觸的 他和兒子 兒子就是1082就是8歲男子 就一起回來的 1083就是1077的兒子 就是昨天確診的其中一位24歲女士的兒子 他一歲的小朋友 這三位都是輸入性個案 這班機總共就有 就是這個QR818那班機總共有83位的乘客 現在總共就有16位的確診個案 相對的比例都比較高的是19% 機廠服務員有4位都是需要送入去檢疫中心 因為他們是曾經是接待過這些十幾位的確診個案的病人 都是屬於一個接觸者 另外都有8位其他的機廠服務員 包括機師 他們都有留了這個心頭卓液的樣本 都是陰性的 政機體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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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Gian fluff 原理教你 有2011人 感谢观看